这个赛季开始跟我学 我会从你们的分段开始 跟你们一起打 按照你们上分的进度去出教学 看完一个赛季的视频 我保证你们牌位能到荣耀 巅峰最少能到2000分 那么新赛季 我相信大部分人继承之后都是钻石新药 那么这第一局牌位教学 就从钻石局开始吧 好的一进游戏就一股浓浓的本地气息 这个姜子牙上来就开摆了 辅助桩也没有出 直接赖在中路了 我们就假装自己少吃了一个B 没有升到二体 然后这边本来想蹭一下吕布的兵线 还是把他的B线吃掉了 然后又抓不到人 那他可能会生气 所以我这里只是丢了一个二级能帮他清兵 并没有去吃他的线 直接回中路也是能升到二级的 所以问题不大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二级去边路抓人 如果蹭线升到二级 抓不死人的话 你就不要蹭 不然这种分段队友很容易心态爆炸 前期中路少一点经验影响并不是很大 二级和三级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快速的把B线清掉 然后看哪里再打架 发现松上香在打中葵 我们就过去支援 跟这个高剑里打拉扯 因为我们状态还不错 所以可以去吃一下他的技能 然后让松上香上来收割 前期射手直接拿了个三杀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射手是会玩的 升到四级之后就可以开始挂边帮射手了 因为这里兵线还没有到 野区又刚好刷新了 所以先帮老虎做一下视野守下野区 对面辅助是个中葵 看到有红可能会过来勾Buff 所以我们先帮打野守住野区 顺便还能留下一个中葵 这些都是顺手的事情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不能盲目的去挂边 你要学会随机应变 但是整体的思路是不变的 守完红区之后就去挂边抓人 这边稍微蹲一下草丛 预判一下凯的走位 二一命中了不要着急去拉 等射手过来再把他拉回来 手里握着闪现 不用担心他能把你去秒 拿下凯的人头之后继续放线 把兵线快速的推进去 然后让射手去推塔给对面压力 对面一定会有人下来守塔 这种局对手的思维是很简单的 他们只要看到防御塔有危险 就会落入我们部下的陷阱 看准的再拉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技能慢慢的放好 两段一配合孙少将伤害随便拿下他 下路塔推完就可以开始蹲钟了 虽然姜子牙一直赖在中路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两段一拉到中奎 配合他的大招伤害直接带走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操作 就可以像我这样子再浪一下 如果操作不好的话 身边没有队友就赶紧走 遇到刺客突脸千万不要慌 脚底放一技能 然后闪现拉开距离 只要他被你一技能拉到 就肯定杀不掉你 一丝血也是差一点 把含信拿捏得死死的 为了更真实的模拟出你们的对局情况 这边我故意失误上去送了两个人头 失误是很正常的 不要慌 捋清自己的思路 复活之后好好跟着射手走 如果射手不会玩 也可以跟着打野节奏走 不过最好还是跟着射手 这样子可以压他 我这里是单排 所以谁更厉害我就会跟谁 如果你们是双排 有靠谱的打野或者射手 那就更简单了 拉不到人都没有关系 把人赶走 能推塔就行 然后就是最后一波团战了 有机会就直接闪现一拉人把团开起来 但我是没有想到这种分段 对面法师居然会绕后 不过没有关系 把他们拖住 等队友包围过来 然后一举拿下 这样子打完之后 你就会收到队友的一波赞美 其实你的他妈帅 谢谢 看来不管是哪个 你还是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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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分段 只要你玩得好 队友都是看得到的 逆风有时候也不仅仅只是队友的问题 我们不能改变单排的队友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冷静且自信的稀释 一定能够摆脱永恒钻石 关注我 教你彻底学会稀释 我想要继续摆脱永恒钻石 拿下车尖 我会历死人 如果作用味道 再不论